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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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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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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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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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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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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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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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谁将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金融时报报道周小川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作为中国央行行长露面。 预计执掌中国人民迎行15年的周小川,将会于今年中共十九大兆开钱后立职。 他是人值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十九大将标志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的开始。 周小川现年69岁,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逐步放开了资本账户,从而让市场得以在决定人民币价值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并让人民币得以缓慢但稳步帝国际化。 尽管有着中国政府权力最大的改革倡导人士之一的名声,但周小川在任最后一年在这方面被人记住的将是挫折而非成就。 随着最近出台打击资本外流的外汇管制措施,资本账户开放进城暂停。 中国人民银行也被批在人民币对美元、每日中肩价的新定价机制中,缺乏透明度。 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的人士认为,下数几人之一将会借替周小川单人该行行长。 无论是谁,新行长都将扮演重要角色或是恢复和推动周小川的改革遗产,或是进一步损毁他。 让中国营监会主席郭树青接掌中国人民银行,是技术官僚们的选择。 与周小川一样,现年60岁的郭树青上世纪90年代在朱镕基手下崭露头角。 前总理朱镕基推动了一系列艰难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并谈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在担任山东省长四年后,郭树青今年被调回北京省长11省之内仅次于省委书记的二号人物。 他带着清除银行业内高风险行为的使命,被任命为中国营监会主席。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营监会省查了相关银行与中国四个最积极收购的集团之间的业务往来。 最近爆出的关于这次审查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并购业。 郭树青早先增单人过中国人民营行副航长、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 以及四大国有营行之一的中国建设营行董事长。 郭树青的支持者猜测,他被任命为营监会主席,是创建一个讨论已久的由人民营行主导的超级监管机构计划的一部分。 但中国高级官员表示,任命强硬而坚定的改革派领导中国人民营行、营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就够了。 蒋超良,这位现年59岁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只是在最近才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潜在人选。 北京经济咨询公司Trivium的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认为蒋超良拥有耀眼的简历, 是最有希望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潜在人选。 蒋超良不仅有主政多个省份的经历, 还有担任多个顶级金融业职务的经历, 包括担任最大的政策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以及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 自2014年以来,他被习竞平提拔了三次。 他还在谢绝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 在1999年因为能长海50亿美元的债务而破产。 当时他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 如今是习近平反腐前江的王岐山, 密切合作。 在参与处置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工作之前, 蒋超良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 深圳分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最重要的分行之一。 刘世瑜在去年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前并不太为人熟知, 但他自从出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就以直率感言和计划, 和政治敏锐而受到注目。 许多分析师认为, 他是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黑马人选。 刘世瑜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中国人民银行度过, 在那里他一步步升职, 并担任了八年的副行长。 现年56岁的刘世瑜在市场一片混乱之际, 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 他的前任在打压于2015年破裂的股市泡沫上几乎毫无作为, 随后还在拙劣的政府救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自刘世瑜丹任正监会主席以来, 基准的护身300指数CSI300上涨了约20%, 但他辜负了自己的名字。 投资者指出, 他的名字因似牛世瑜。 实际上, 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鹰派监管者, 下定决心根除是场不当行为和日益膨胀的金融风险。 去年, 他批评使用巨额杠杆获得上市公司大股东地位的保险公司是野蛮人。 数周内保险行业就掀起了反腐风暴。 刘世瑜今年表示, 我到证监会工作后, 花了较长时间来了解资本市场的各种乱象, 也感到很震惊。 他还说, 中国证监会将严惩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金融大鳄。 易刚, 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主要候选人, 自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航场。 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美国待了多年, 获得了博士学位, 并曾在印第安那大学, 印第安那大学, 任教。 如果选择易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航场, 将受到全球同行的欢迎, 因为他是国际会议中的熟面孔。 现年59岁的易刚在1994年回国, 随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后来于1997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他的支持者表示, 易刚将是央行刑场的极佳人选。 自2015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机制,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致力于改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质量。 然而, 英语流利在国际会议圈中受欢迎的人士, 很少在中国热门政府职位的角逐中胜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香港一国两制, 话未说静周未煮熟,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 联合报报道林郑月娥在撕裂, 对立下成为第一位女特首。 撕裂对立只是表象, 真正深层的问题, 北京特首和港民上下关系, 还不能转变为北京特首港民的融洽对待。 从214年战中运动起, 香港自主欲望越来越强, 要求普选的声音升高。 究其原因, 与香港高物价高房价, 内地人进港强势作为, 香港年轻世代觉得生活不易, 前途堪忧, 有密切的关系。 老一辈港人, 源于历史经验, 稳定就好, 年轻一代不满客观环境, 却无能为力, 转而要求自主与改变, 从政治上寻求突破, 当家做主。 小贩为选出来的特首, 不能代表香港民意, 加上立人特首表现瑕疵, 港人更有理由相信特首直选, 选嫌宇能, 才符合民主。 特首表现如何? 董建华只是太平观, 曾因权因收取不当利益遭廉政公署法办, 梁振英人内强是高压制港, 却因收取澳洲企业UGL黄金握手费, 深陷号顶门, 风波未了。 他们都是中央信任的, 却表现平平。 港人对特首上金不能反应民意, 颇为介意, 特首好像只是北京在港的代理人, 并不站在港人这一边。 这次特首选举, 港人刻意透过社群网媒、 明条、 假投票给北京不中意的曾俊华, 拉高他的声势, 就是展现对北京的不满, 于无可奈何, 中集体反射的内心正扎。 北京把战中运动反击本法二十三条叛国, 煽动颠覆游航反释法集会, 都当作自主港独, 北京与驻港官员频频警告港人, 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制权。 人大委员常章德江明白指出, 中央与香港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以高度自治为名, 对抗中央权力, 中央亦不会对港独自觉视若无睹, 话说得够白, 甚至连香港应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都脱口而出。 北京认定, 香港特区实施的是以特首为主的行政主导体制, 不是三权分立。 显然, 陆港双方都坚持己意, 否定对方论点, 政改仍是一项抽屉问题, 时机未到之前, 还是先搁置吧。 林郑月娥上任前表态, 社会气氛不好, 谈政改徒劳无功。 而年初以来,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给香港划出三条底线, 不干预纯属香港自治范围内事务, 不容许挑战中央权力, 不容许利用香港对内地渗透颠覆, 能如此, 香港一国两制风采依旧。 显然, 北京并不幸赖香港对祖国的忠贞, 而新特首则不希望香港在政治化的漩涡打转。 新特首上任, 当物之极英是落地站在港民身边。 因梁振英深陷险境, 林郑月娥自然摆脱CY2.0的封号, 而她不断向立法会争取增加50亿港币教育经费, 关心年轻世代的努力, 已逐渐获得肯定。 泛民主派也有自己的定位, 下阶段准备在民生经济议题上监督特区政府, 也希望中央能理解, 泛民代表的是另一群港民新生。 知己相弃, 除边谈心, 尝试话语说靖州未熟, 鹿港之间, 看来话未说靖州未煮熟。 政改先放一边, 一带一路与大湾区计划, 都需陆港携手, 对话代替迅势, 合作代替对抗, 发挥一国优势, 利用两制之变, 继续追求香港繁荣稳定, 应是共同目标。 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相信纽伦港的骄傲不会消退。 东方之珠依然, 整夜不眠, 守住沧海桑田变换的诺言。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新西兰维什麽队热播青春剧下狠手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 BBC中文网报导记的今年4月底, Netflix热播青春剧13个原因被新西兰官方影视审查, 办公室评为RP18级。 RP是限制收看的级别之一, 意思是不到标记年龄的观众, 只能在家常或者监护人的陪同下一起观看。 RP18意味著, 未满18岁的青少年不得独自追此剧。 该剧讲述的是, 美国校园生活的黑暗面, 欺凌, 冷漠, 性侵, 自杀, 新西兰影视和文学作品评级办公室在声明中说, 他们最紧迫的担心是, 剧中如何讨论展示青少年自杀, 汉娜的自杀在剧中, 某些段落被描绘为符合逻辑无法避免的后果。 他们说, 自杀永远不应被描绘为清醒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这是有史以来新西兰官方机构首创这一级别的RP限制。 由此不难看出, 13个原因在新西兰引起了当局相当的警觉。 警觉的背后, 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和痛楚。 想起新西兰, 我们眼前最先浮现出的可能是迷人的大自然, 静谧的湖泊, 壮观的群山, 辽阔空旷, 无边无际, 人际罕至。 但是, 连续许多年, 新西兰人也面临着另外一种孤立和隔绝, 抑郁和自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在日内瓦发布的报告指出, 新西兰的青少年自杀率位居发达国家之首。 报告说, 在总计41个金河组织OECD和欧盟成员国当中, 新西兰15至19岁青少年的自杀率最高, 每10万人中有15.6人自杀。 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的两倍, 几乎是英国的5倍。 这并不是新西兰第一次在这个糟糕的排名榜上名列第一。 复数美丽的新西兰, 青少年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如同汉娜的自杀被描绘成13个原因一样, 青少年自杀还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紧密关联。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西兰办公室的斯通博士DR Prudence Stone, 说,这包括儿童贫困、少女怀孕率、 双亲都没有工作的家庭, 在社会中所占比例等。 他在接受新西兰电台采访识特别强调的一个事实是, 新西兰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儿童太多。 这就意味着他们会担心吃不饱饭, 他们会绝望不想活下去, 他们还可能会经历家庭暴力。 在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中的确保儿童健康和福祉一项中, 新西兰在41个国家中排名仅为第38。 这个指标也包括新生儿死亡率、少女怀孕率。 新西兰精神健康基金会的罗宾逊、 Sean Robinson补充了另外一个因素, 新西兰的校园欺凌记录也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之一。 如果细细分析新西兰国内的统计数字, 还可以看出年轻的毛利人和太平洋岛人的自杀率最高。 罗宾逊认为, 这表明新西兰人在文化认同应对殖民化的冲击波带来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问题。 根据已有的2014年数据, 包括所有年龄段在内的毛利男子的自杀率是非毛利男子的大约1.4倍。 斯通博士说, 这就像是一个警钟, 揭示出我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建制文化种族歧视。 新西兰青少年自杀率居高或许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 抑郁被看作软弱的表现。 虽然这不是新西兰特有的问题, 但在新西兰或许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斯通博士认为, 新西兰存在一种强悍低哥们文化, 这会给男人带来压力, 认为自己必须符合某种模型, 这也给成常中的青少年带来压力, 总想让自己再强点再硬点, 一定要尝成那种爱喝啤酒的硬汉。 最近一些年已经略有改变, 开始涌现出像英勒人、 制片人等新一类的新男性榜样, 不是典型的全黑硬汉那类的柱, 新西兰人引以为荣的国家橄榄球队俗称全黑。 新西兰青少年热线的发言人谢尔, Brianna Hill说, 西方世界好多国家都有这种硬汉态度, 我准备咬牙挺住了, 但是新西兰人心中还多了一层, 我一定自己想办法搞定, 这种心态在其他国家可能不像新西兰那样普遍。 新西兰并不是没有救助系统, 但是面临的压力过大, 资源显得不够。 新西兰影视文学作品审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 新西兰的青少年自杀率是金河组织国家当中最高的, 眼下新西兰青少年在疯狂追看13个原因, 心理健康部门对该骗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非常担心。 专家们的共识是, 必须增加人力物力投入。 同等重要的是, 必须加强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重视, 加强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 4月, 新西兰政府还推出全国自杀预防战略草案, 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 虽然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辩论, 但是, 就连那些批评草案力度不够的人也同意, 这意味著新西兰在推进全民关注青少年自杀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